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战国末期七国征战其中以秦国最强,而秦王嬴政也就成了各国的敌人,因为残剑飞雪长空等人试图刺杀秦王,秦王去除宫中的装饰避免视野死角,并下令没有人可以靠近秦王摆布之内,无名抵达宫中。 向秦王讲述他如何杀死残剑飞雪和长空,作为奖赏,无名得以走至据秦王石部之遥,无名讲述他如何先在秦国侍卫面前杀了长空,然后制兆国找逆居在书法学院中的残剑和飞雪,无名向残剑求字,试图从一个剑字中看出残剑的剑法,说到这时宫中侍卫就将那张字展开给秦王观看,无名接着说他得知残剑和飞雪原本一对恋人,因飞雪曾与长空有一段情而疏远,所以就像两人说的, 秦王说出自己的身份,并利用两人的心结制造弱点约定在隔天决战,无名故意提出飞雪定会为长空报仇而使残剑忌妒,残剑因为中了无名的忌而心生愤怒,便急由和他的疏童如月交欢来泄愤,却被飞雪撞见飞雪于是在愤怒中杀了残剑,隔天飞雪情绪大乱 无名便在秦军面前杀了他,听完无名的讲述后秦王不相信无名的故事,秦王说在先前的刺杀行动中,他看出残剑是个正直的人不会背叛飞雪 秦王于是讲了他认为的事实,无名和残剑飞雪以及长空安排了假对决,三人牺牲自己的性命,让无名有机会走近可以刺杀秦王的距离 无名的剑法藏有一招可以在十步内绝对命中,所以三人都愿意牺牲 另外无名告诉残剑和飞雪,他只需要两人之一在秦军面前中剑,再带着另一人的武器,秦王就会相信他也杀了另一人 残剑和飞雪于是争论谁该牺牲,最后飞雪刺伤残剑自己前去赴死,无名承认他确实有十步一杀绝技可以刺杀秦王 但是秦王低估了残剑,无名说出事实,他的剑法可以刺穿人体而不伤及脏器 他先假装杀了长空然后去找残剑和飞雪,飞雪同意无名的安排但残剑不愿意 飞雪责怪残剑在三年前的行刺中,放过刺秦王的机会,然后在无名的帮助下刺伤残剑 隔天飞雪就在秦军面前假装被无名刺死 但在无名前往秦国首都之前,残剑在无名面前写了天下二字 解释只有秦王有机会统一天下,建立和平 也因此他在三年前,才放过杀死秦王的机会 秦王听了无名的故事后感叹,秦国内外只有残剑一人明白 他的愿景死而无憾,然后就将剑丢给无名转身看残剑的字 就在无名思索该不该杀秦王时,秦王看懂了残剑的字 唯有心中无剑没有杀念才是完美的战士 无名听了就拿起剑做事向秦王刺了一剑 但他手中的剑却是反握的无名决定饶了秦王的命 飞雪得知行刺失败后生气地攻击残剑 残剑故意在最后一刻丢下剑,让飞雪意外杀死了残剑 哀伤的飞雪就抱着残剑自杀 另一边朝臣问秦王是否要杀了无名 并告诉秦王一秦国律法必须杀死无名 秦王虽然不愿意但为了保持律法的微信 也只能下令杀了无名 骗莫秦王后葬无名而一幕上出现文字 说这位秦王就是统一中原的秦始皇 好了,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